我终于买到了自己的dream car 吉姆尼 2018年的时候拍了一个vlog 是去未来支援的旅行 画面中出现停车场的时候 有好几个人发弹幕 说吉姆尼吉姆尼 我当时就纳闷吉姆尼到底是啥 谷歌一下才发现 原来是我身后停的一辆车 还是当年发售的新款 当时的我 并不知道自己在5年后 会和它有这样的缘分 我车的缘分源于摄影 因为想要去探索更多未知的风景 所以固定路线的电车和巴士 早就无法满足我 我在日本留学一年之后 拿到了日本驾照 开始疯狂的租车出行 这几年租的最多的就是日产的NOT 本田的飞度 还有好多种K Car 可能和年龄有关系吧 车对我来说 慢慢的从交通工具 变成了一个很酷 能够彰显个性 并且能够陪伴自己去探索的伙伴 比如我经常看的急速拍档 Jeky, Nana,小乔 他们就很喜欢性能车 跑车AMG,法拉利什么的 然后我还有一个好朋友 瓜葛 他也是 所以他有一辆野马 车自然是越快越贵越好 我也很喜欢这种性能车 在旷野飙车里面开过伯尔回来 但是有另一种人 他们喜欢不走寻常路 向未知的世界探索 对他们来说越能力才是第一 空间大小第二,速度第三 所以他们会买普拉多,文马人,卫士等等 但是还有一种人 他们不仅爱越野 还喜欢小巧精致的感觉 这种人就会买吉姆尼 比如说急速拍档的柏林 比如我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 有没有过自己的秘密基地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 钻在狭小的箱子里面 吃东西等等 所以说我从小就具备了 作为一名吉姆尼车主的特质 这些年在路上捐过不少吉姆尼 每一次他都能精准的吸引我的目光 去年录影我拍了一个视频 录影场里面有不少有意思的车 有A7,6X6海拉克斯,有老卫士 但是我拍的最多的还是一辆吉姆尼 它的外观我真的太喜欢了 就像尼康的F3一样 这种方方正正的设计 直接切在了我的审美上 因为我租车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 一个月两到三次 而且租车的限制很多,非常不方便 所以前段时间我开始任人考虑 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然后有一天正好比较有空 就打电话给家附近的 林木之间4S店 说想试驾吉姆尼 一个小时后我就真的坐在试驾车里 开了一个多小时 日本的吉姆尼有两种车型 一种是日本国内特有的K卡板 搭载的是0.66升的小排量涡轮发动机 一个是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就是普通常用车版 我身后的这一台叫做吉姆尼谢了 那么这个版本它的胎会更加的靠外 所以说有加宽的轮煤 但内部空间大小都是完全一样的 回想起以前租K卡上高速 地板又才能跑90的回忆 我毅然决定 还是1.5升的吉姆尼谢了 这个地板又跑140 第一次坐上去 那种高高的宽宽的视野就吸引了我 点气引擎 这客制的 护明星也特别迷人 就连波杆这个声音我都觉得很清脆 可能这就是情人眼里出席是吧 然后我还真的躺进去试了一下 自己的身高能不能在吉姆尼里 愉快的车中博 空间真的非常有限 头到后备箱 还有两个纸的距离 给大家参考一下Links的身高 要是1.5 真的是我再长高一点就睡不下了 接下来我又顺便去了隔壁的丰田 看了看 想对比一下 我爸就有一辆丰田的汉兰达 12年的时候 我们全家从湖北自驾到西藏 一路上看到不少车半路都抛锚在路上 但是汉兰达全程无压力 大家都说有路就有丰田车吗 普拉多超了预算太多买不起 我就看看差不多价位的Yaris Cross 和稍微贵一点的RAV4 Yaris Cross的后排不能完全放平 而且因为它不是乡式的车厢 本身也不大 所以车中博的舒适性 远不如吉姆尼 我就干脆没有试驾 直接去看了有考虑到车中博设计的RAV4 不愧是正常尺寸的SUV 吉姆尼需要连前排座椅一起放到 才能睡觉一个人 RAV4只需要放到后排就够了 一坐上去沙发一样的质感 就甩了吉姆尼的硬足好几条街 皮质内饰的高级感 显得吉姆尼的硬缩量非常的廉价 RAV4的空间更大更实用 而且它还有2.5升的引擎 动力上也远超吉姆尼 所以说除了越野性能 吉姆尼真的被全方位的吊打 相信真正对比后 99%的人都会选择RAV4吧 但是它是吉姆尼 它那么小巧可爱 可以在各种狭小巷子里来去自如 也能在泥里打滚 雪里面咆哮 虽然说空间小 但是有无限的玩法 无限的可能 所以就这样 它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台车 现在让我来正式介绍一下 我们家的新成员 第四代就明显了 1.5升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 森林绿 传承自硬派越野车的非承载实车身 和高强度T型大梁 机械式分14区系统 LSD差速器 躲破缓降 最顶配的JC 搭载了许多高科技智能功能 比如说自动刹车 比如说定速巡航 不带跟随的那种 比如说自动大灯 比如说大灯清洗 2022年 在林木的车上 这真的已经算是高科技了 当然这些花里扑哨的东西 我们吉姆尼车主是不在乎的 刚骑车不到一周 我就迫不及待 找了个非扑撞道路去试试它的越野性 布里斯通的DMV2 搭配上低速四驱和LSD差速器 这样的冰雪混泥的山路完全不在话下 这条路以前我其实是和阿里巴巴开开开来过 差点就被咔死在路中间了 现在开始吉姆尼就一个词 畅通无阻 对忘了说油耗 我现在平均是7.5个油 高速上大概是8个油 满满一箱极限也就只能跑400公里 感觉还不如一些电动车的续航 我照大线最关心的问题一定是 我是花多少钱买的 毕竟买吉姆尼的人 还有一个外号就是人傻钱多 我知道我的订阅者们来自全世界各地 大家也可以把你所在的地方的吉姆尼价格打在公屏上 好在吉姆尼是日本车 所以在日本还是相对便宜很多 新车落地价是245万日元左右 14万人民币 听起来还好对不对 然而由于新冠的影响 汽车产能严重不足 交车需要等一年 所以我的目光就投向了中古车 就是二手车 我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 中古价格大概是210到230万日元 然而2022年的3月份 吉姆尼的平均价格居然在280到350万日元 所以中古价格现在比新车贵多了 而且非常抢手 买吉姆尼的人简直是太疯狂了 他们甚至可以只看图片怎么下单 我最后拿到的这台 整个车没有什么改装 带导航 带行车居住仪 但是没有倒车影像 这是个遗憾 还好我对自己的倒车能力很自信 我的销声也非常给力 五个工作日就帮我办好了所有的手续 我终于见到了他 我的这台车落地价295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17万左右 虽然加价很心痛 但是提车后我这件事完全就被我忘了 我现在看到他就只有开心 每次停完车都会不自觉的回头看 吉姆尼的回头率真的太高了 就经常在路上擦肩而过的话 会发现对面的车主 脑袋都是这么转 而且吉姆尼车主在路上遇到了 还会互相的挥手打招呼 这样的体验还有什么车能带来 在未来日子里 吉姆尼会带着我去露营 去越野 去车中博 去登山 未来并不遥远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在出发前的有限时间里 我尽可能对他进行了一些改造 并且开了1300公里 出去试了几天 车理行李架 这个是解决空间小的最要办法了 这几天都是把后排座位放平 驾驶的时候 东西倒是都能装在后备箱里 晚上车中博的时候 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放在车顶的行李架里 用袋子固定好 然后前排座位放到后 下面其实空间也不小 可以放下我这个45升的摄影包 为了以后也能够行驶的时候 用行李架放东西 我连网都买好了 以后照样可以大家都带上东西 坐满4个人 为了整体的美观性 和方便上车顶收拾行李 我还加装了一个梯子 不过这个梯子的做工真的不太行 这算是踩雷了 但是用起来没啥问题 先凑合吧 远看到也还不错 吉姆尼的杯架位置比较靠后 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不太方便拿 所以我在这边加装了一个杯架 不是夹在空调出风口的 而是本身吉姆尼就带有 预制这些给大家DIY的空间 包括后排窗户的下面有一排螺丝孔 我看有人自制了折叠桌 车中博的时候 在上面放上一杯咖啡 欣赏窗爱的美景 岂不是决赞 以后我也想试一试 然后是车中博用的锡盘式遮光帘 这个还蛮重要的 隐私方面就没有问题了 就是这个锡盘竟然会掉下来 是质量不好 还是我的方法有问题呢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睡觉的时候呢 就先用登山的充气垫 我看有我专门给吉姆尼做的链子 啥都好就是贵 以后争取自己DIY的 然后我还有一个大容量的手提示电源 我让车熄火之后也能充电 甚至是用电视毯 下午4点提车 5点换雪胎 8点到家 11点出发 3个小时内 我能做到这些已经是极限 接下来还有特别多DIY的想法 等我一步一步实现分享给大家 就以这样的状态 在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出发了 在前往北海道最北端的路上 让我们期待我和吉姆尼接下来的探险 未来也会有更多关于吉姆尼的内容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DIY它 我是Links 我们两周后再见 拜拜 刚好我们拍视频的这个地方就是本溪湖 有一个露营的圣地 没有忍住剁着手 买了这个贴纸 先要把它贴在车上 还挺好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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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